国内的蒙牛集团在收购澳洲其中一间牛奶公司的事件中 直接被澳洲政府以某种理由否决 与此同时,澳洲联邦政府正在强行修改法例 将之前维多利亚州和北京签的所有一带一路协议作废 澳洲近日甚至撤销中国学者的签证 喂,蒙牛不是之前顺利收购了澳洲奶粉公司Berlami的吗? 为什么这一次不可以通过呢? 喂,维多利亚州和北京签的协议不是在2018年的事吗? 为什么之前联邦政府没有动作,突然之间强行修礼? 中澳关系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未来中澳关系会变成什么? 欢迎收看土豪TV 首先我劝过五毛和小粉红门就不要看这集了 因为我怕伤了你们的玻璃心以及很不容易检纳起你的自信心 因为这一集的内容可能会让你们感到失望 当然我对澳洲政府的决定也感到失望了 我绝对是支持以求拥护习主席的 但作为土豪TV的首席主持人 我有责任为观众报道事实的真相 报道事实的真相也是土豪TV的其中一个卖点 好,废话少说,我们马上开始吧 先讲一下蒙牛,然后再讲一打一路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蒙牛集团 这个是国内强到不得了的牛奶巨头 和另一家牛奶集团,伊利集团 都是中国市占率非常高的牛奶巨头 这两个集团基本上评分了中国的牛奶市场 当然这两家公司都有各自的背景 如果不是,哪有可能做得这么大 而野心勃勃的蒙牛 早前成功地收购了澳洲的Bellamid奶粉公司之后 而这次原本想再下一成 收购由日资公司持有的Leon Daily 旗下在澳洲的牛奶生意 但不幸地在埋门的最后一刻 被澳洲财政部长George Faddingberg 否决了蒙牛这次的收购 George的理由是这次的收购 违背了澳洲的国家利益 National Interest 但George并没有进一步解释 违背澳洲国家利益的细节 这个George的胆都不小 居然敢和蒙牛说不 难道他不怕北京会向澳洲报复? 没错,他真的不怕北京的报复 George在年轻的时候,还有头发的时候 其实都挺英俊的 他当年的身材也不错 我相信他年轻的时候也应该混不少女 当然澳洲政府是有权这样做 因为被收购的公司是在澳洲的国内 作为主权国的澳洲政府 当然有权这样做 这是属于澳洲政府的来政 那问题来了 为什么去年蒙牛收购Bellamy 没有被否决 而这次被粗暴地制止呢? 我先跟大家买个关子 我们现在来谈谈另一宗重要的新闻 澳洲总理Scott Morrison刚刚宣布 澳洲联邦政府将会修改法律 授权澳洲外交部长更多的权力 终止各州政府以及大学与其他国家达成的协议 修订案的大概内容是 所有已达成或未达成的协议 只要被定为违背澳洲的外交政策 外交部长都有权叫停 这条修订案很明显是针对北京 矛头直指维多利亚州政府 早前和北京签订的一带一路协议 顺便来一招杀鸡警猴 警告其他州政府以及澳洲大学 未来必须停止一切与北京 以及所有中资企业的合作 很明显地澳洲政府是有意地想 将中资企业排斥出去澳洲 可以肯定的是华为、中车、萌牛等企业 未来在澳洲都很难有运行 而这一条是一条非常辣的法例 到底有多辣 我随便举个例子给大家看 你就知道有多辣 首先这条法律的覆盖面很大 包括所有州政府、部门以及大学 甚至所有接受澳洲政府资助的机构 都必须要跟随 而且这条法律授权澳洲外交部长追索权 连以前已经签下来的协议都可以被否决 这条法律可以被形容为霸王级别 简单来说只要澳洲外交部长认为协议是违反澳洲的外交政策 他就有权否决已经签下或准备要签的协议 权力非常大 那究竟又是谁代表维多利亚州和北京签订一带一路协议呢? 没错 又是这位人兄 维州的州长 来自澳洲工党的Daniel Andrews 我在84和90集中已经介绍过这位澳洲国内目前头号风云人物 他也是维州疫情二次爆发的头号公神 维州自从和北京签议了一带一路协议之后 Daniels就遭遇到来自自由党 甚至自己所在的工党指责 澳洲总理已经不止一次公开地表示 维州私自和北京签订的协议损害了澳洲国家利益 在多次警告无效之下 澳洲总理决定强行修例 而这一次修正案会被通过的机会非常大 因为总理除了得到自由党党员一致支持之外 另一大党在野党的工党也有部分党员支持 你要知道澳洲联邦政府的权力 是在州政府之上的 连自己所在的工党也反对Daniels的做法 真是很不给面子 如果仍然在观看的小粉红们 下面的内容就真的不要看了 真的会让你们很伤心的 连我自己也觉得太恐怖 但没办法 为了观众 我只可以眼着头鼻坚持下去 澳洲近日甚至直接注销中国学者的签证 理由是他们涉嫌对澳洲的国家安全 构成风险 澳洲的态度真的越来越强硬 被注销签证的中国学者 当然是否认指控 北京的反应是非常不满 北京形容澳洲的行为是粗暴地侵犯了 中国学者在澳洲正当而且合法的权益 严重地干与中澳正常交往 以及与澳洲人民的交流 更加毒化了两个关系 是一件严重的政治事件 我希望澳洲政府不要再在错误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我又开始拖头了 注销中国学者的签证是属于澳洲的内政 与中澳正常交流有什么交野关系 而且澳洲在自己境内行使自己的法律 又有什么交野问题呢 Sorry 我最近和我小子的互动交流多了 因此说话有点焦焦地 也有不少的传媒猜测 澳洲是想向北京报复 因为早前北京以适应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 拘捕了一位澳籍的主播 澳洲是否想以牙还牙呢 我本人就不作评论 但不管怎样 两个的关系已经是越来越紧张了 代鼠国这期真是很不给面伟大的习主席 态度这么强硬 难道澳洲真的不怕和北京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不怕北京会对澳洲进行更大规模的报复? 你要知道 得罪北京要面对非常沉重的后果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谈一下 目前澳洲的外交政策到底是怎样? 澳洲目前的外交政策 简单来说就是准备和北京的中共政权交恶 澳洲基本上已经下了决心 本台早在四个月前第七十集中已经有报道过 澳洲和北京的外交政策已经改变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7月23日 代表美国政府向中共的宣战书里面 所说的其实就是澳洲未来的外交政策 有不少国内的朋友认为 澳洲这样做才是不符合澳洲的国家利益 也有不少人认为 跟中国一起做生意才是王道 更有不少人认为 澳洲本国大多数的政客 其实都是站在北京那边的 只要等到美国大选一揭束 换了政党 一切就会回到以前一样 澳洲方面自然也会改变外交政策 大家歌照唱舞照跳一切如常 我不敢说这些人的想法是不正确 我自认我没有这个资格 我只能说 如果你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普世价值观 有比较深层次的了解的话 也包括西方民主国家的文化、历史等 你就会发现 这一次无论哪个上台哪个下台 结果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YouTube那里看看 就是蓬佩奥向北京下的这份战书 因为这份是非常重要的演讲 代表了美国为核心的五眼 在对华政策上的改变 大家要知道 美国人可能会比中国人更熟悉孙子兵法 因为孙子兵法是美国西点军校中 其中一本必读的书 当然是英文版本 而孙子兵法中就提到 出师要有名 名不正就言不信 这份战书就是为五眼打造一个正义的名号 也包括早前澳洲要求调查病毒的源头 以及英国早前的吹鸡 一口气开出过百万本英国护照 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帮美国铺路 他们之间其实早就已经商量好 大家要明白 澳洲是五眼的成员之一 澳洲和美国、英国这些国家 有着千丝万楼的关系 不是单纯用金钱可以含量的关系 澳、英、美之间是兄弟国的关系 他们之间无论是文化、法制 以及普世价值观都比较接近 而澳洲未来的外交政策 很明显就是准备好和北京决裂 因此回答刚才的问题 澳洲政府已经决定了做好准备 不怕北京方面的报复 包括对澳洲减少输出游客、留学衣 减少采购澳洲的物资 包括矿产、农产品、红酒等 其实澳洲可能早就收到情报 预测到北京未来推动的内循环经济政策 不了解什么叫内循环的朋友不要紧 我简单来说一下习主席伟大而神圣的思想 什么叫内循环呢? 简单来说就是深圳将生产的产品卖给上海 上海再将自己生产的产品卖给深圳 不停互动所产生的内部经济活动 就叫内循环 当然现实生活中生产的东西也包括服务业 也包括将原有的房屋、马路拆除 重建之旅的内部循环活动 以及建更多的高铁、马路、道路等 不理怎样 未来北京会尽一步限制中国人出外消费 包括出外旅游、楼殼以及购买外国的产品 北京会尽一切的力量去控制外汇的流出 以保留外汇储备留给政府自己用 这是几乎可以肯定的 澳洲当然早在美国收到情报了 因此他都不在乎和北京交往 澳洲也非常清楚自己的大物、牛肉、红酒都不是必需品 因此早就预料到会被纳日在北京的制裁名单内 有网友可能会问 中国是澳洲最大的贸易国 得罪北京会迎来灾难式的报复 面对非常沉重的后果 澳洲又受到疫情的打击 居然还在这个时候得罪北京? 那未来的澳洲人民会不会要吃草? 这是一个很有质量的问题 我先在这里和大家买个关子 我会在未来的节目中和大家分析 得罪了中国之后的澳洲的日子 的经济会是怎样 今集就谈到这里 希望你订阅、点赞和帮我分享出去 感谢收睇吐吐TV 我们下次见 拜拜